中秋節以後不少地方都會舉辦抽獎晚會 像是臺中龍井區 溺水裡的抽獎獎品 就多達四百多項 像是電視 冰箱 吸塵器 應有盡有 還有電動機車 還有腳踏車 光是抽獎就花了三個多小時 小姐騎著電動機車 連彩帶都還沒拆下 開心的在巷弄間晃來晃去 這一臺全新的電動機車 可是她在禮辦公室 舉辦的中秋晚會 抽到的禮物 除了電動機車 和七十臺腳踏車 及電風扇吸塵器 冰箱和電視 各種家電 全部加起來 有四百多樣 廣場上 一件件禮品堆得像小山一樣 參加的民眾笑稱獎品比人還多 怎麼會這麼好康 原來是因為這裡是臺中 市龍井區的溺水裡 靠近臺中國力發電廠 和中龍鋼鐵 所以每年都會有回饋金 電廠和鋼鐵廠的合作廠商 也會贊助獎品 因此光抽獎就花了三個小時 六點半開始 準時開始摸彩 到九點半 理想也說 晚會參加者大概有一千兩百位 所以平均是五個人 就會抽中一個 華視頻文 無聯 楊宗穎 台中報導